大家好,我是陈岳 今天的话题我们要从中国的半导体分云人物开始谈起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引领中国半导体发展 或是影响中国半导体发展的重要人物 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总是英雄辈出 我们今天会谈到张忠谋先生 张汝金先生,梁闷松先生等等这些 影响半导体事业发展的重要人物 另外我们也会借此来看一看 中国半导体的真实实力究竟如何 在取得突破的同时 我们是否还有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页 在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 从中芯国际不断取得先进制程的发展 取得各种各样新制程新工艺的突破 到华为9000S芯片 这个旗舰手机Mate60的CPU横空出世 其实都在宣示着中国在半导体自主化道路上 不断取得进步 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无论是过去的N加1制程到现如今的N加2制程 实际上这背后每一次的进步都站着一个英雄人物 那么成为一个时代进步的核心 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左侧这里显示的就是中芯国际SMIC 那么右侧就是麒麟9000S芯片的标志 在画面的中间我们看到有张汝金 梁梦松 张忠谋 这三个名字 那么这三个名字呢 必将在中国半导体发展的过程中成为重要的英雄人物 中国半导体历史的发展呢到现在从过去的台积电到现如今的中芯国际 那么这些英雄人物辈出都是中国半导体的纷纭人物 无论是张忠谋 无论是张如今 亦或是梁梦松 他们现在有的退休 有的退居二线 有的正在前线拼杀突围 那么他们呢都是细出同源 都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源自于台积电的过去的培养 那么又在中华大地上发现了自己的舞台 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最左侧的就是中芯国际的创始人张如今先生 那么中间呢就是传奇生涯的梁梦松先生 至今仍在中芯国际发挥着自己的专业 发挥着自己的核心领导作用 那么在画面右侧呢就是TSMC 也就是台积电的张忠谋先生 那么虽然已经退休 但是呢他也在多个国际场合 表达出当前半导体局势的发展的思考 在这样的英雄辈出的时代 半导体风云人物啊 一个接一个产出的这个时代背景下 让我想起了李清照他的过去的一首诗叫做夏日绝剧 这首诗是这样说的 生当做人节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向于不肯过江东 那么这三位分流人物 三位半导体的英雄人物 在各位的心目当中 谁究竟是半导体界的一哥呢 我想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张忠谋先生自然不必多说 他是台积电的创办人 同时也是台湾的芯片之父 当然更为大家所谈论的是张忠谋所领导的台积电 与中芯国际之间的恩怨情仇 在历史上呢 两家公司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系出同源 特别是核心的研发团队 但是呢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又选择不同的方向 分道扬镳之后 那么两家公司啊代表着当前不同的历史境地 不同的国际环境 以及不同的发展的未来 在此情况之下 那么很多朋友呢 对于张忠谋先生有不同的维度 不同的思考 甚至呢批评谩骂之声不绝于耳 那么我今天就来看一看张忠谋先生 他的一个基本情况 为大家做一些介绍 画面左侧就是张忠谋先生呢 他的一个演讲的照片 应该说年纪呢也比较大了 也已经退休了 已经不在一线 但是呢 他依旧活跃在国际的舞台之上 特别是科技的长域之中 张忠谋本身在这个1931年7月10号 是出生于浙江宁波 他的母亲呢 是著名的宁波的这个书籍收藏家的后代 他的父亲呢 是宁波当地一个县城的财政的这个局长 应该说 家境呢 还属于非常不错 那么张忠谋先生呢 小时候由于当时的国内呢 遭受各种战乱 因此辗转多地 无论是在上海 宁波 或是南京 重庆 香港等各地呢 成为了他青少年时期成长的背景 那么在香港 在重庆呢 他就读书 到了1949年呢 18岁的时候 他就进入了美国的哈佛大学 当时呢 也是唯一的中国人 应该说他的学习情况啊 他个人呢 也是非常的聪慧 那么后来呢 他当然是成为了台积电的创办人 也是芯片大王 台湾的半导体教父 这和他过去在美国求学期间所打下的基础 特别是在1958年 他在27岁的时候 进入了德州仪器 那么当时也是第一位进入德州仪器的中国人 而且呢 他的这个过去的在美国的求学 专业 以及在德州仪器的工作的经历呢 也成为他后续在台积电创业发展 以及他做出战略思考的重要基础 1972年 那么张忠谋呢 就成了这个德州仪器的资深副总裁 也成了德州仪器的三号人物 那么成为当时的华人在美国半导体界 能够做到的最高职务 那么虽然这个他的职务已经很高 个人的无论是收入地位发展呢 应该说是不错 但是呢 我们前面说 身当做人节 死亦为鬼雄 我想正是各种各样的因素 包括自身对未来发展 个人啊 这个他的这个英雄的一种思考 那么于是呢 他在1985年的时候 辞去了美国高薪职位 前往中国台湾 开启了自己完全不同的 更为辉煌的人生旅程 在这里要多说一句 当时慧眼是英雄的决策的机构 决策的领导 能够发现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年轻人 而且给予重金 虽然我看到一些传记啊 这个作者写的文章 声称呢 当时张忠谋先生所提出的半导体的发展方向 基本上呢 在会议室里面 其他人都听不懂 即便如此呢 选择相信 砸下重金 给予支持 于是才有了几十年之后的辉煌的台积电 那么当时在1985年 他辞去了这个高薪 那么前往中国台湾 于是呢 经历了两年的准备时间 在1987年呢 他就在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 创立了台积电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经历过非常多的分分鱼语 包括台积电早期发展过程中 没有订单 他就跑去美国 找英特尔 找很多的半导体的公司 声称 我要呢 为你做代工 另外我们知道 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先生呢 他是独创了芯片代工业务 这样的一个 敢为天下先的这样一种创业精神呢 既反映出他的专业的背景 以及在美国半导体巨头工作过程中 所积累下来的这样一种战略眼光 另外呢 也反映出他的这种勇气 敢于呢 去尝试啊 这个英雄胆大呀 对不对 尝试第一个这样的一种做法 那么在2018年6月5号的时候 张忠谋就正式宣布退休 在整个的成立台积电 发展台积电 让台积电走向辉煌的道路上 张忠谋先生始终扮演一个核心的人物 前前后后几十年的时间 那么始终呢 带领了台积电啊 走上一个又一个的阶梯 那么在14纳米过程当中啊 由于内部的人事纠纷 梁闷松 我们后面会说到 他呢 出走三星半导体 导致三星半导体 在14纳米研发过程中 领先台积电半年时间 高通苹果大量订单流失 流向了三星 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呢 他发起了法律诉讼战 和梁闷松一打就是四年的官司 最后呢 这个梁闷松当然是败诉了啊 那么后来呢 就去了中兴国际 我们再介绍梁闷松的时候呢 大家去看一看啊 等会呢 我们会专门的来说明 梁闷松的这段经历 那么另外呢 我们说 台积电的这个张忠谋先生呢 他在中兴国际的创始人 张汝金先生 创立四大半导体的时刻呢 又面临了一大堆的潜在的竞争风险 于此后 他又发起了这个专利诉讼 相关的这个法律案件 那么最终达成和解 张汝金出走中兴国际 并且呢 卸下全部的这个职务 而且呢 张忠谋带领台积电 当时拿到了中兴国际 第三大股东的这样一个啊 筹码换到了手中 那么这就是张忠谋 他的过去的大概的一个经历介绍 至于说是非功过啊 大家自然自有公道 自有评断 我这里呢 只是告诉大家一些事实 以及他的作为和取得的一些成就 那么大家如何看待呢 我都给予尊重 说完了张忠谋先生 他的一个基本状况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中兴国际的创始人 张如今先生 张如今先生被称之为 中国的半导体教父 同时呢 他也被称之为 芯片界的前学生 那么这样的评价 不可谓不高 在过去的发展过程当中 特别是最近一些年啊 各位看官 格外的感受到 这个张如今先生 过去创立中兴国际 发展中兴国际的战略眼光 以及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那么张如今呢 其人1948年 出生于南京 我们之前说 这个张忠谋先生 出生在宁波 而张如今出生在南京 那么他的最大 被人记住的一个重点就是 创办中兴国际 1970年 他是台大毕业之后 赴美求学 那么我们说呢 台湾大学 也是一个知名学府 那么毕业生呢 也是相当出色 优秀 到美国呢 就去深造 获得了电子工程博士 看来呢 也是科办出身 那么在1977年 他就加入了 德州仪器公司 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和张忠谋极其相似 张忠谋也是出生在大陆 我前面说了 在宁波 那么他是呢 在这个18岁的时候 就到了哈佛大学留学 那么毕业之后呢 在也同样赴美求学 毕业之后 他也加入的就是 德州仪器 而且特别有趣的是 张忠谋加入德州仪器的那一年呀 正好有一位 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同时也是 半导体芯片的发明人 那么这位人士呢 他就和张忠谋同一年 加入了德州仪器 而到张汝金呢 加入德州仪器的时候呢 他正好加入了团队呢 就是这位啊 半导体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诺贝尔奖 获得人的啊 这个团队 那应该说啊 历史呢 在这个时刻 让他们之间呢 似乎有了很多的交集 在1995年的时刻 我们看到 那么开始啊 这个张汝金先生呢 他先后捐赠了20多所希望小学啊 特别呢 包括在云南 甘肃等多地 那这是我格外呢 要拿出来向大家说明的 在他的个人专业的成长背景 在他的创业过程 在他重要的进行中芯国际的 啊 这个创立 布局和发展 那么应该说呢 在专业领域 在重要的这个啊 芯片领域呢 有他的作为 但是我们格外也要说啊 他呢 这个做慈善 对吧 从95年开始 持续多年 不断捐赠啊 做好事 捐赠了20多所希望小学 我想呢 这也正是张汝金先生 被很多人尊敬 对吧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人品各方面吧 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啊 一个长者 受人尊敬 另外我们看到 他本人呢 在1997年的时候呢 在德州仪器 办理了提前退休 退休之后呢 他就在中国台湾 创立了四大半导体 换言之呀 我前面说 对吧 身当做人节 死亿为鬼雄 啊 英雄辈出的时代 也在召唤着英雄 英雄呢 也在啊 这个不满意现状 也要去挑战一个更高分 于是他就创业 创办四大半导体 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面临着一系列和台积电 之间的啊 所谓知识产权 等各方面的一些诉讼 那么整个情况 十大半导体 后来就被台积电 给收购了 换言之呀 台积电的竞争呢 走到今天这一天呢 也是非常的这个啊 强悍的一家公司 基本上你损害了他的利益 他就发起法律 诉讼知识产权等等 当然我们说保护自己公司的利益 那么使用法律手段 使用知识产权的一些措施呢 我想呢 也是维护其自身企业利益的一个出发点 那么在2000年4月份的时候 张鲁金先生带领了庞大的台积电的啊 核心团队 那么到上海 创立了中芯国际 并且亲自担任总裁 几年之后 中芯国际就上市 那么当时的发展呢 非常的迅速 要技术有技术 要团队有团队 要资金有资金 要扶持有扶持 反正呢 总体来说呢 一切顺利的时刻 那么后来的问题呢 也就出现了 也就是从世代半导体 被台积电收购之后呢 台积电继续追着中芯国际 继续追着张鲁金先生呢 来发起法律诉讼 那么最终呢 这个在各种各样 这个力量的平衡之下 那么中芯国际 张鲁金 张忠谋 等等各方 包括台积电 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达成之后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2009年的11月 张鲁金先生就辞去了 全部的中芯国际的业务 这个职务 各种岗位 全部辞去 另行创业 那么这呢 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因为 在达成的这个协议过程当中呀 张鲁金的离开 就成了一个 重要的协议条款 或者说呢 是这一次所谓和解协议的 一个最大的牺牲者 那么张鲁金先生呢 他离职之后 自然也是在继续创业 做一些半导体公司的 这个创立 从事一些不同的半导体的 这个事业范围 事业领域 但是就其个人影响力来说呢 那么在中兴国际的这一段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辉煌时刻 张鲁金博士呢 是半导体行业的领军人物 那么他也是半导体的教父级人物 过去的发展 发这个发展呢 对中国半导体的意义呢 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因此在这里呢 我们对于张鲁金先生呢 要给予格外的致敬 格外的尊重 他无愧于中国半导体的教父 同时呢 他也无愧于被称之为叫做芯片界的前学生 大家对于张鲁金先生有哪些看法呢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前面我们说到了张忠谋先生 也说到了张鲁金先生 那么我们还要来为大家介绍 中兴国际的核心技术的突围的关键人物 梁闷松先生 我们甚至可以说 梁闷松先生呢 就是中兴国际的脊梁 那么同时也是中国半导体的领军人物 梁闷松先生 其人出生于1952年 那么他也是到美国去留学 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 我们看到了 无论是张忠谋先生 还是张鲁金先生 抑或是呢 这个梁闷松先生呀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毕业之后呢 到美国留学 同时在美国的先进的半导体公司呢 从事相关的研发工作 那么类似的经历呢 就说明呀 当时美国在半导体领域 处于全球领先 那么各路人才呢 总是要在这样一个最领先的场域当中呢 得到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那么梁闷松先生呢 他是在1992年 离开了美国的AMD 这也是一家半导体的龙头公司 然后92年呢 他回到了中国台湾 加入了台积电 说到梁闷松先生呀 总会谈到 他创立了在台积电呢 拥有500项左右的 这个核心的专利 应该说是 他是一个高产的 这个非常具有工程师思维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位 具有核心技术的人员 在2003年的时候呢 梁闷松先生 他自己率领团队 在与IBM130纳米的同制成的这场大战之中呢 可谓一举成名 而欢迎之 他所率领的团队 他在台积电取得的成就呀 至今人被人津津乐道 他能够亲自率领团队 打败IBM的130纳米的制成 而这件事情本身呢 是台积电发展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次这个战役 在2006年的时候 即便在2003年刚刚取得一场战役的胜利 但是呢 梁闷松在2006年呢 就被冷遇了啊 近身无望 愤然离职 离开了台积电 换言之呀 我们看到 他这个也是具有很强的专业背景 在台积电呢 能搞出500多项的半导体的核心专利 那么另外呢 能和IBM去拜拜手腕 取得胜利 这样的人物呢 显然是全身性的投入到了一个 科研的研发 或者叫做项目的研发当中 那么因此呢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经常会发现这样的案例 那就是呀 这个真正干活的 搞不搞不过那些 所谓的领导 所谓的在办公室里面 对吧 这个办公室政治呀 往往的最亏干活的 是最后呢 落败 那么梁闷松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此他本人呢 也相当的愤懑 于是乎离职 离职之后呢 在同一年 2006年 那么梁闷松呢 就去了三星 也是三星呀 重金挖角 在三星几年的时间 他三星给梁闷松的这个 这个薪资呀 就超过了在台积电 所有工作时间的总和 而且还给他配了专机 那么应该说呢 三星用重金撬动梁闷松 但是我们这里也必须要强调 梁闷松加入三星 最主要的动机 绝对不是财务 绝对不是钱 我们如果看他的收入情况呀 他也要他如果想要享受人生呢 早早的在美国的AMD 或是在台积电的收入呀 已经足够让他对吧 过得非常滋润了 那么在三星的过程当中 和他在台积电所遭受的这个啊 不公平被冷遇 愤然辞职 这种事情 这件事情呢 有很大的关联 那么2006年 当梁闷松加入三星之后呢 三星公司的半导体的这个科研实力 迅速的崛起 特别呢 是在14纳米的这场大战之中呢 那么三星一举反超 领先台积电半年的时间 同时最为关键的是 三星凭借梁闷松的攻关 啊 14纳米的突围 那么当时是抢走了台积电 大量的苹果和高通的订单 那么这些大订单的流失呀 让台积电方面损失惨重 所以我们才会说 在关键时刻的历史人物啊 英雄人物呢 那么扮演着啊 甚至呢 引领着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大潮流 我们看到 当台积电呢 这个面临着和三星竞争落败 14纳米落后 那么大量订单 被三星抢走业绩损失惨重的情况下 台积电又想起了他的啊 这个啊 独家本领 开始了和梁闷松持续四年的一个司法官司啊 就是一个敬业协议 那么告梁闷松 你怎么可以跳槽去三星呢 对吧 你把你的核心技术啊 带到了三星去等等 类似的情况 那么就打了四年的官司 当然在2017年10月份的时候呢 梁闷松先生呢 就败诉了 败诉之后 其实呀 正所谓这个赛温施马 焉之非福 那么败诉之后呢 他就离开了三星 然后他加入了中兴国际 所以呢 这个英雄人物啊 总是需要舞台的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那么前面的那位英雄张汝金先生啊 他呢 创立了他创立了中兴国际啊 占据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呢 产生了中兴国际 那么在中兴国际 面临各种竞争压力的时刻呢 另外一位英雄横空出世啊 各种因缘际会巧合之下呢 诶 他在司法官司败诉之后呢 那么台积电肯定不可能回去 三星呢 又不可能了 于是乎他就来到了中兴国际 我们看到梁门松先生 到达中兴国际之后 我只说这几个数字 大家就来看一看 这样一位核心科技的人才 他有多么强大的实力 第一 他到了中兴国际之后呢 不到一年时间 仅仅用了三百天的时间 就把中兴国际的制程 从二十八纳米一举呢 攻破了九 这个攻破了十四纳米的关键节点 另外这是第一个数字啊 三百天搞定十四纳米 第二个数字 他把中兴国际的制程 从过去的良率 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 上下浮动 那么直接一举呢 拉高到了百分之九十五 而且呢 在核心的这个制程节点 十四纳米的节点呢 他同样也做到了 百分之九十五 这样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 这是另外一个数字 还有一个数字 也是最为领人关注的数字呢 就是所谓的N加一和N加二的制程 那么N加二制程 大家知道 就是通过多重曝光 在DOV光刻机上 实现了什么呀 实现了七纳米的制程 那么这也就回答了 所有朋友的一个疑问 咱们的七纳米制程的芯片 究竟从何而来的 说到这里呢 想必各位心中也都有了一个答案 知道了我们当前 在半导体突围过程当中的 英雄人物究竟是谁 可不是那一位经常在演讲台上 给大家啊 这个介绍产品的那一位 啊 而是我们真正的在这个半导体江湖 混迹了一辈子 啊 那么在不同的场域当中 都扮演着关键角色的梁闷松先生 在这一点上呢 我想我们所有人都肃然起敬 因此我才会说 梁闷松先生呢 是中国芯片的新脊梁 是半导体的领军人物 是中芯国际 甚至中国芯片发展突围的核心关键 那么我们介绍了张忠摩先生的情况 啊 张汝金先生的情况 以及梁闷松先生 他的所作所为呢 我们还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中国芯片的水平究竟如何呢 很多朋友看到 包括麒麟9000S 包括一众GPU产品的出现 那么让大家觉得呢 我们在不断的取得突破 另外呢 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个速度本身呢 也是非常重要 在成熟半导体领域 我们在市场上 市场占有率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也的确提升很多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我们已经超越呢 还是说我们只是说发展的速度比较快 真实的情况依旧是差强人意呢 在这里啊 我们不妨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些真实情况 即便是泼了大家冷水 即便是说了几句 大家可能不爱听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真实的情况 其实呢 自从中美贸易摩擦开打以来 甚至中美贸易战 那么美国唯独中国科技发展以来呢 我们看到在中芯事件和华为事件之后呀 其实在高端的通用型芯片领域呢 我们谎人之间发现呢 那么整个的产品占有率呢 是非常之低的 自己自己自主率呢 是很低的 这里我特别要解释一下啊 为什么前面说到了突围 那么这里呢 又说到有不足之处 就仿佛是呢 一个对吧 你家的小孩 过去考试总是在及格线啊 60分 那么经过努力呢 很快提升到了70分 又很快提升到了80分 那么迈进85分 但是往上的时候呢 每增加一分都是难度很大 而我们说 如果说全球最顶尖的芯片制程 及设备呢 如果我们把它认为是100分的话 就是最顶尖的话 那我个人认为呢 当前中国整体芯片产业的发展呢 它大概能够到85分这个水平 在个别领域分数高一些 而在一些领域呢 分数还要低一些啊 平均来看 我认为就是在85分这个水平 那么因此如果我们的视角是看成了啊 它的进步啊 从60分迅速提高70分 80分 81 82 83 84 85 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呢 它的确令人感到十分的振奋 取得很多的突破和进展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 即便如此 往前突破的道路只会越来越困难 越是分数高 越进展呢 难度就越大 因此和全球最顶尖的 这个一个啊 半导体的设备 工艺 设计 或是材料 各方面来说呢 实际上咱们还有比较大的距离 这15分的差距并不容易啊 因此呢 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呢 会得出不同的啊 这个感受 那么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服务器端的NPU 亦或是呢 在FPGA啊 就是可编程逻辑阵列 或是DSP 就是数字信号处理啊 包括其他一些的NPU啊 DRAM等等呢 很多方面咱们都需要去进一步的突围 更不要说在高端的这个 我们说半导体设备方面啊 那么我们呢 自然是没有中这个荷兰的阿斯美亚的 EOA光刻机 同时我们也没有日本的 高端半导体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稀有气体 包括各种材料 那么美国的设计软件 华为方面所公布的是14纳米的EDA的突围 但是呢 我们知道现如今呢 美国的设计软件能够做到2纳米 甚至更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无论在设计设备材料啊 甚至制造 那么咱们呢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这一点呢 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 当然在分测领域呢 我们的落后的这个程度呢 要好很多 那分测方面 中国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也非常不错 因此呢 如果说在整个半导体的发展过程当中 当前哪一个领域呢 做的比较好的话 其实呢 就是分测领域还不错 在设计领域呢 也不错 但是设计方面 依赖工具 依赖制造啊 这呢 是我这认为 中国芯片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 啊 那么给大家呢 做一个介绍 我认为呢 中国芯片的发展呢 任重道远 这个任重道远呢 是指距离全球最顶尖的芯片 我们要真正实现全方位的反超 这是任重道远的 而就当前来说呢 我们取得的进展的速度呢 是不错的 那总体来说 我们看待一个事物的发展呢 用一个宏观的视角来看待 正所谓谦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在当前的中国市场上 不要忘记 无论是手机的CPU 亦或是射频基带芯片 或是电源管理芯片 还有呢 其他的像NPU 像汽车的ADAS的中控 啊 等等各种各样的芯片产品啊 其实啊 海外公司依旧占据大头 比如高通公司占据65.4% 博通公司占据53.6%啊 等等 以及英伟达AMD 塞林斯啊 那么这些呢 都是美国的芯片设计巨头 而中国自己也在努力 包括长江存储 核飞长星 福建进华 这个龙星 赵星 啊 飞腾深微 华为海思 紫光展瑞啊 等等 那么这些中国的半导体公司 当然在努力 但是我们呢 同时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差距 无论是FPGA 或是ADDA的这些啊 高端的通用型芯片 当前的国内外的技术呢 相对悬殊 这些领域啊 都是需要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 生命周期也比较长 而且呢 很难确保在短期之内 形成聚集性的经济效应 因此呢 想要追赶起来 想要实现真正的突围和这个超越呢 实际上还需要经过非常的多的努力 而这一点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中国芯片的突围之路 任这种道远 还是那句话 谦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我在这里呢 绝非仅仅是啊 给大家这个泼泼冷水的问题 而是呢 一个客观事实的描述 中国芯片的发展呢 整体产业的布局存在着这样的特征 就是既有亮点 也有很大的不足之处 从亮点亮点角度来说 在中国的芯片的这个设计的上市公司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些细分领域的发展呢 哎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比如说 惠鼎科技的指纹识别芯片 在这个领域当中 它超越了FPC 成为全球手机阵营当中 最大的指纹的IC的供应商 那么也成为国产设计芯片 在消费消费电子细分领域当中 少有的全球第一 另外呢 我们看到 施兰威从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业务开始做起 逐步搭建了芯片的制造平台 并且已经将技术和制造平台 延伸至功率器件 功率模块 以及呢 M1MS的传感器的分装领域 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些呢 与国际半导体大厂相比呢 无论是总体的高端芯片的设计能力 还是规模盈利水平啊 还有很大的追赶的空间 而另外一方面呢 中国芯片产业发展呢 还有一个亮点 那就是在第三代半导体方面呢 提前布局 提前投入 提前研发 提前创新 应该说在全球的第三代半导体的 新一代的发展方面呢 中国站稳脚跟 至少呢 不会像过去那样 传统半导体领域落后的那么多 这就像中国在新一代的汽车产业 电动汽车领域呢 不仅没有落后 而且呢 实现了领先 那么在这一点上 无论是在日本的汽车 或是德国的汽车 都感受到中国汽车竞争的压力 如果说任何一个新的领域 中国和全球一起发展 通常我们会走在前面 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 如果是在过去啊 其他人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基础上 我们想实现超越呢 我们必须要说 这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啊 我在这里 画面当中看到的这句话当中 所谈到的 正所谓谦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这件事情啊 应该让我们呢 不断地去这个啊 这个认知到这样的一个道理 这样的一个现实状况 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让我们再来看一遍 李清照他的夏日绝剧 身当做人节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向雨 不肯过江东 正所谓江山带有人才出 居王仪属分流人物 好安看今朝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